嘿,你和我的汽車做什麼? 走開,走,走,走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馬人唐大叔 細心的觀眾已經看到了 我又站在一個Ruby卡旁邊 這是唐大叔的新車嗎? 還是他改裝過的車呢?錯 其實唐大叔後來吉普木馬人 一直沒有做其他的這個視頻 因為Rubicon做過之後呢 就不太不知道做什麼好 有一個V里的就是V里輪胎的特別版的車 我覺得也沒什麼意思 唐大叔店裡也有這個backcountry 就是去鄉村野地的這個特別版本吧 也覺得沒什麼太大特色 結果呢,我一直在等 是不是有一個75周年紀念版會有 結果剛好又沒有 所以呢,我唐大叔最喜歡的木馬人 就不知道該講什麼好 正想著想著呢,今天題材就來了 而且我要在這裡鄭重地承認 是我一直粗心了 因為有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吉普木馬人 盧比肯的特別版 我一直在這裡說到特別版呢 我就想提一下 就之前說的 我剛剛提過幾個的V里版啊 V里輪胎版啊 這個backcountry啊 或者是還有其他的這些版本 其實我去周年紀念版 他們的基礎呢 基本上都是這個運動版和Sahara 就是Sport和Sahara的這些版本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講的話 講基本款就差不多了 它只是輪胎不一樣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改動 也覺得沒什麼特別好講 因為光講樣子沒什麼意義嘛 結果原來Lubicon一直漏掉了 還有一個特別版的 也就是我今天準備講的這個版本 到底是什麼呢 今天講的就是Lubicon的這麼一個特別版本 應該也是唯一的特別版 這些紅色的標誌可不是唐大叔去弄的 當然如果這樣看的話 你就發現什麼 怎麼把吉普改成這樣子了 跟那個這個SRT一樣了 哈哈其實不是的 它就是一個特別版 這些都是原廠的東西 唐大叔沒有做過任何的夾工或者改動 因為它不需要特別的改動 它本身就是一個特別版 叫做什麼呢 堅強的石頭啊 Hard Rock Rubicon 吉普馬人硬石頭版 哈哈這名字翻譯過來之後就有點搞笑了 但是它就是Rubicon的這個Hard Rock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台車就是在Rubicon 大家知道 越野等級如果是10分的話 Rubicon是10分的這麼一個越野車的基礎上面 從外觀還有一些 應該是越野的實用性上 都做了一些 就是原裝配了一些東西 那具體是什麼呢 今天我就是帶著興奮的心情 跟大家好好地來看一看 這台漂亮的硬石頭吧 我們面前這台呢 Jeep Wrangler Rubicon的Hard Rock Special Edition 從前面大家 這台顏色首先 這台顏色是 這個用蘋果手機的講法 就是太空灰吧 或者叫銀灰色的 不完全黑色 我覺得是非常漂亮 而且泛泛的 因為天上是藍天的關係嗎 它泛泛的一點綠色和藍色 嗯 就像美國大片的這種 Color Grading 就是調色的這種感覺一樣 那最最主要就是 其他的Rubicon 或者其他的吉普 大家可以大概看一眼 看到這幾個鉤子的顏色 和一隻都是黑色的 但這個呢用了紅色 大家都知道 大叔是這個紅黑控 嗯 這麼說好 好像小女孩 我是紅黑控哦 但重點在於 一般的 這個吉普罵人前面都是塑膠的 塑膠的 就好像這一塊擋板一樣 塑膠的 但是這一塊用的呢 是金屬的 可以看到非常粗獷 還有這種釘子 這個鉤子呢是紅色的 深黑色吧 或者黑色 接近黑色這種 黑灰色配紅色 大叔說過了 我喜歡在整個黑色裡面 用一點點紅色點綠 我覺得是非常 這種說不出來吧 就覺得很漂亮 然後呢 為什麼做這個金屬的呢 這個金屬的話 就是說 真正在越野過程裡面 它是 第一當然這個看上去就很粗獷 因為它叫硬石頭 第二的話就是在越野的時候 前排大家知道 大概 盧比肯的話是有33寸的吧 所謂叫Clearance 就是這個高度在斜著上去一個角度的時候 不會碰到東西 但因為這個是全金屬的 就算碰到的話 它其實會更保護 更好的保護這個車 之前塑料 為什麼這些做塑料的呢 包括前面做塑料 就是因為它們其實是可 可 可 可被犧牲的吧 如果磨壞了 弄壞了是可以再去換的 但這一個的話就是用了金屬 另外的話 這一塊前面 一般的盧比肯或者一般的木馬人是沒有的 這裡還寫著盧比肯 然後呢 最主要另外一個就是前面這塊擋板 大家看過很多木馬人都知道 這塊是永遠一成不變 不管是運動版 Sahara還是盧比肯它都是一樣的 這麼一個前板 非常簡單 有這個東西 有這兩塊 這兩塊是 前面的擋風玻璃放下的時候 放在上面 防止被震壞吧 但是這個呢 前面 就真的很像SRT SRT的話就是 在很多吉普 包括大切諾基上面 都會用到SRT的技術 SRT就是 意思是 Sport Racing Technology SRT SRT的翻譯就是 S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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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給大家看就知道 另外前板這塊有一點不一樣 當然這個前面都有 但是它同色的這個看上去 又是七塊的很像前臉這種 我已經反覆講過了 代表吉普所服務過的七大洲 還有被人民喜歡的 所有七大洲都有喜歡吉普的人 前面就講了這麼久 因為這個前面是最最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 我覺得 原廠配出來已經非常漂亮 好像不需要再做什麼多餘的東西 就已經非常的完美 當然這塊東西如果是 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再把它弄成各種樣子 可以去改這塊東西 但是 因為一般越野的角度來講 或者說 這塊其實經常會被刮到 大家可以看出來 它比車身是 稍稍多出來一點點距離 比輪胎 從後面這個可以看出來 所以這塊是可以犧牲的 犧牲它也不要犧牲車 說到犧牲的話 我們就順便繞到側面 側面首先看輪子吧 這個輪子呢 最主要的是輪骨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輪骨呢 嗯 和一般的 很簡單的 就是這麼一條一條的 這種 一般的吉普的 這個輪骨是不一樣的 它弄的 嗯 有點賽車的感覺 是不是 哈哈 但是 嗯 我覺得簡單也有簡單的漂亮吧 然後這種的話 見仁見智 我覺得整個配起來 其實唐大叔的感覺 它至少是金屬的嘛 很漂亮 確實 這種魔光 但是唐大叔覺得 原來那種簡單的可能更好 因為上面前 前板這塊已經改的跟 比較這種有特色了 還是簡單之中吧 吉普 木馬人的話 但輪胎當然是這個 Rubicon都是配的這種 越野輪胎的 輪衡很深 其實在講法就叫 施泥地的這種輪胎 防滑登山都很好 然後這支 輪胎上面現在反過來 但是有個小吉普在躲在那邊 剛剛繼續講到防撞 防什麼的那些東西呢 大家有時候會發現就是 吉普木馬人有兩種 有時候有些人會把它改成這種 像梯子一樣的 對吧 但是這個也是金屬的 這種就是 越野裡面講的那種 防 也是要防撞的一種吧 因為車子有時候經過很窄的地方的時候 會有一些摩擦 或者什麼 這也是可犧牲的吧 讓它去磨它吧 不要磨到 極深的東西 當然 所有的 Trail Readed 可以越野的車下面 都有這些 各種各樣的 保護主要部件的擋板 那說到這個呢 等一會我再繼續講 這裡面還有一些其他東西 當然 說到這個順便講講吧 因為吉普 盧比肯的話 已經是 越野 這個 完全出場 就是具備 十級越野能力的車 所以這裡雖然大家看的 不是特別清楚 但可以看到 紅黑 還有這個大大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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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圈 這個叫什麼 避震的圈 還有這個大大的避震圈 所以 這些都是 非常專業的 越野的 這種 避震圈 所謂 就是五級避震吧 其實它會 根據不同路況 會調整 讓你在平時開更舒服 在 越野的時候 會調軟硬度 所以 是一個很 很好的避震的 雖然都是原廠的 所以 吉普莫爾人就是這樣子 原廠出來 已經具備所有 越野的能力了 再從側面看一下 這次呢 這個特別版是四門的 四門的 四門的一般吉普 裡面叫unlimited 就是四門 大家也可以知道 不管哪一個級別 不是unlimited的 就一般講兩門的 像大叔旁邊這邊有很多 有兩門 這個四門的 對吧 unlimited 這個就兩門的 順便也可以看看區別 這樣看就很像很朴素的 沒有任何改改動之前 但這一台呢 忽然一看 就好像改過一樣 其實原廠出來了 再回到呢 就是繞到後面 咦 再來看看這個 剛剛那邊反過來的 而且這個也用了紅色 就大叔很喜歡的那種 我一直說的 在深色 黑色吧 或者接近黑色裡面 放一點紅色的是非常漂亮 那我們這樣就繞到後面了 後面呢 一個全尺寸的輪胎 然後呢 後面兩個小鉤子也是紅色的 跟前面一樣 非常的漂亮 然後呢 繞到側面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加油的這個東西呢 是沒有鎖的 不用從裡面開 對吧 但這個是金屬的 有一些呢 就其他車上是塑料的 這個Hard Rock板是金屬的 這裡也看上去 就是金屬的聲音 這台車呢 裡面已經帶了軟頂 它標配是硬頂的 三塊頂 就叫Freedom的這個硬頂 就是說可以拆開的 前面有兩小塊 後面有一大塊 可以拆開的 當然從這裡 順便就瞄到了 這個有Rubicon的 這這台呢 已經是可以說頂配了 所以是全皮椅的 而且皮椅是有電熱的 那一會再細講 現在繞到另外一邊前面呢 終於找到這個Trayorated的標誌了 那Trayorated到底是什麼呢 如果不清楚的 可以去大叔的網站上 我專門有一篇文章 是介紹這個 當然也是不是大叔原創的 是這個圈子裡面的其他人寫的 我覺得很好 經過一些藝術加工之後 那就放在網站上 網站大家還不知道的話 就是Vancouver Jeepers 後面我會下面放個鏈接 在這裡這個角度呢 因為大叔輪子 稍稍歪一點呢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個避震 還有這個Swift Bar 就是你看一個架子前面 這兩個連的 這裡面都會有一些東西 等一會兒在車裡面再講 這個專業越野的一些東西 當然不要講的太過於技術 但是跟大家稍稍提一提 大叔也是在學習 但是呢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一台呢 這個Rubicon的特別版 它已經是具備了所有你需要越野 就跟其他的普通版吧 或者正常版的Rubicon Rubicon一樣是完全具備了越野能力了 現在大家我相信已經等不及 要去裡面看看了 那Let's等一下 在剛剛說過這個前板 嗯 我說了這個東西不是只是裝飾的 是有實用的 那我們現在打開來看看 但是會不會漏水啊 其實對吧 大家很快會想到這個問題 當然在一細想 當然不用過於擔心吧 如果吉普會做這個東西 肯定是不怕它會漏水 啊等我騰出一隻手來弄 好的 現在呢我一定把前擋板打開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後面是這樣的一個設計 當然這裡就不能打開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水流呢 是會從這邊一直順下去 然後從正常的位置流出去 而不會這個灑在車裡面 當然因為吉普大家都知道 它是有一定涉水和防水能力的 就是說這個車可以開到很深的水裡 它都可以防水 然後具體的數字呢 這裡都不講 大家有興趣 很多渠道都有 大概可以順便看看裡面 自從在14年左右 吉普升級之後 都換成PandaStar V6的3.6升的引擎 大家可以看一看 漂亮的這個全世界最好的10個引擎之一 非常好的引擎 當然再好的引擎呢 它車的這個引擎的調整 不是為了高速快速或者其他的 而是說它有足夠的動力 到時候可以應付任何野外的情況 當然這個引擎就本身很好的 比它更早那個呢應該是3.8的 所以當然不細說了 這些歷史的東西就不細說了 大家可以好好欣賞一下 吉普的這個引擎蓋下面的情況 好現在我們去車裡面看看吧 這一台車呢 剛剛說了大叔說了是頂配的 所以它是搭配了這個遠程啟動的 快速按兩下 引擎自己打開 空調自己打開 在夏天太熱或者冬天太冷的時候呢 可以讓車自己暖好 等主人進來呢 就直接的舒服都可以開走 好再按一下呢就關掉了 好的現在先不需要引擎 我們進去看看車裡面 騎碰碰啊 人這個小圓按鈕呢 是唐大叔覺得設計的很可愛的一個東西 就好像它圓頭燈一樣 所以呢 大家可能一下不小心看到幾個紅色的地方 當然安全帶那個紅就沒什麼好處 這是紅色的什麼 一會再跟大家細講 門和所有門都一樣 是可以拆下來的 所以它整個連接的只有那一個 這個其實是像很結實的一個 一個這種金屬的 不是金屬吧 就是像那種電線一樣的感覺 很結實 有點塑膠的 有點那個 有點不包在外面的 那這個門呢 都是一樣的門 木馬人除了最基本的Sport是手搖窗 當然也可以選那個電窗 但是標配就是手搖窗呢 這個都是電窗 呵 所謂的頂配吧 木馬人這種車 所謂頂配 其實也就是那樣子吧 是吧 它不是以這種非常多 越野相關以外的這些東西而出名的 而且其實這個很簡單 但是很可改裝的這麼一個一個車嘛 好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台這標配呢 哦 大叔換個廣角鏡頭先 大叔回來了 哈哈 大叔現在用了一個小廣角 手 還有順便一提 就今天大叔都是用手機拍的 不知道會不會晃啊 大家給意見 上次有人說太晃了 但是 盡量看內容吧 不要看那個 大叔就不細講這塊了 首先呢 這塊是 真皮 然後用這種特殊的白線 其實這有個講法的 但是技術的講法不說了 就是非常好的做工的這麼一個 而且非常舒服的一個這個轉向盤 呃 是用皮包住的轉向盤 嗯 在轉向盤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車已經配了藍牙 啊 還有這一個小東西呢 東南西北 指針 指南針 所以在野外的時候可以用到 另外的話 除了接電話呢 也可以拿來聽歌 另外一邊呢 就是 呃 這個 嗯 定速的 定速的那個巡航系統 啊 打開以後呢 可以加速減速 整個下面呢 這裡面 這裡面Hard Rock板 這不是金屬 但看起來很像金屬 摸起來手竿也不錯 呃 整個黑銀色 呃 比較標準 但也比較漂亮的一個 再來看看這幾個 東西呢 這幾個就是 Gauge 左邊呢 是速度 非常簡單的 下面有一個非常小的這個 呃 常用的一些東西的這個 東西 呃 常用東西的顯示 包括呃 當然你可以換吧 現在呢 他提醒我要插鑰匙才能起火 而且油太低了 啊 先不管它 當然這裡可以看 看一些常用的東西 對吧 另外一邊呢 這個轉速 啊 轉速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個小小的 Rubicon的標誌 在那裡 另外一個是這個水溫 再過來呢 這邊配的是一個 哦 看到大叔分手機了 啊 再配的這個是一個 5.4寸的 啊 U-Connect 一個小 小的一個東西 呃 這個東西是帶導航的 啊 邊上呢 分別有什麼呢 有這個聲音控制 標準的聲音控制 但當然我們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人 就是 用起來總覺得不太準確 而你可以 可以試試看 這個接電話打電話 Radio Media裡面呢 可以用自己的歌 哎 USB的這些東西 USB的孔呢 就在這裡 可以去看照片 聽歌 另外呢 這邊調整 音量的 這邊呢 偷偷打開以後呢 現在沒有電 打開以後後面藏著這個DVD 一會兒發動以後給大家看 Annual裡面可以調各項東西 但是Rubicon真的我覺得又 它這麼多年沒有做太多電子化的這種改變 大切諾基啊 自由俠啊 自由客都做了這些很多電子為了城市而設計 但它就是 我覺得你開這種車也好 開車也好 盡量去享受它 沒什麼一些老爺車 我覺得沒有這些螢幕 沒什麼 只有個電台 有個聽電台的 或者聽CD 我覺得非常有感覺 你開車你就開車嘛 幹嘛就不要去管那麼多 盡量享受駕駛的感覺 嗯 Audio呢也是這個 哦 和Media差不多 裡面打開可以 可以調一些 像這個Bass啊 中音高音那些東西 My file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看這個電視那些 可以看照片啊 還有什麼 所有這裡面硬盤 這裡面的那個硬盤的 裡面的一些東西 如果之前沒看過我視頻就知道了 所有的Rubicon 因為門可以拆下來 我不知道他用了什麼原理 為什麼這個窗戶還可以打開 但是就是可以打開的 是在這裡控制的 Unlimited呢有四個窗戶 所以四個 都是可以一開到底的 可以一開到底的 後面順便看一眼 也是PE 很漂亮的PE 再下來的話就是空調的控制 在最最基本的Sport裡面 是空調都沒有的 但是可以選項 但是想想現在這個年代 沒有空調的車會怎麼樣 但有些人就是喜歡那樣子 手搖的窗 在那邊手搖 然後沒有空調 回到這種很小時候的年代 對吧 那另外的話 這個是有自動調窗的 電調窗吧 但是也躲在這裡 所以大家記住所有的東西 都躲在中間這個地方 Central Control這邊 而不是在門上我們習慣性的 調到一邊以後 上下左右去動就可以調窗戶 這台車呢 因為是頂配的 配了這個兩個電熱的 前椅都是可以電熱的 一共有兩檔 這個防滑的東西 默認是打開的 可以關閉 但是也在開高速把路況 擠好的時候可以關閉 稍稍快一點 升電油吧 可以這麼理解吧 那這個是專業的四驅的 下坡防滑的這些東西 不對 不好意思 就是下坡它會幫你定速 假如你開了一個速度之後 按下去以後 它會保持這個速度往下下 如果你臨時想快 踩一點點 油門可以快一點點 它會回到你定這個速度 除非你再次設定 對吧 這裡的話 就是打開以後 就會有有電 但這個電在哪裡呢 電在這個裡面 這裡面 其實以後大家可以記住 如果這種標誌寫在電池 就是不管什麼情況下 只要你去插它用的話 就直接從續電池裡取電 那另外一個呢 為什麼放在這呢 就是這個是要是打火之後 才會取電 因為打火以後 這個車子會自己續電了嘛 這樣的話不容易把電池的電用完 特別荒山野嶺的時候 沒有電怎麼辦呢 是不是 所以這個也需要打開以後 我們也能用 這也是一個兩個加熱的 另外一個右邊的 下面可以放東西 我覺得放護照嘛 去玩的時候 放手機 放煙 哎 放煙不錯 再來這些都是專業的 四驅的東西了 當然這裡就是自動擋的 這台是自動擋的 然後呢 等於會再具體講 四驅的那些功能 啊 兩個小被子 中間一個小的彩蛋 躲在這裡一個 大叔說的 所謂吉普的非文字的標誌 前圓 前頭圓燈 還有七個小擋板 還有這裡有個小彩蛋 嘿嘿嘿 啊 這個車呢 嗯 上面就可以看到這兩塊 大叔剛剛說的 Freedom的這個 這個頂吧 一共三三塊組成 前面兩塊 後面一塊都是可以拿掉 現在 溫哥華這邊夏天已經到了 非常多人已經開始 在玩他們的車都已經拆掉很多東西了 嗯 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很多的 對吧 好的 嗯 剛剛皮椅順便帶了一點 我就不具體講了 皮椅就是皮椅嘛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吧 用前面的這個椅子看 大家說過了這種 其實stitching 這種縫線是有種講法的 但是不想搞得那麼誇張 怎麼怎麼縫線 你只要知道 這款車做工真的是很好的一個皮椅 正常的Rubicon是沒有皮椅的 對吧 還是很很舒服漂亮的 這樣的話增加舒適性 嗯 好了 現在就是來到重頭的東西了 等大叔把這個鏡頭換回去 好的 大叔呢 只是一個攝影愛好者 並不是一個四驅專家 不敢這麼說 我開Rubicon的話 我會開到山頂 別的車去不了的地方 然後在那拍照 但是這台車具備了所有四驅的 也就是所謂 吉普有兩種四驅 一種叫這個 吉普四驅系統 一和二嘛 這種屬於二 就是非常專業的 所有東西都有了 剛剛說的 下坡定速的這個功能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這個四驅 就是 哦這樣可以 平時這個車是兩驅的 那你 這個路面打花或者下雪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調成四驅 也就是所謂我們講的全池四驅 四驅呢和AWD 4x4是兩個區別的概念 AWD可以說是 嗯 有一定的四驅功能 但它不是真正的四驅 但比兩驅的這個 在一些特殊情況的時候 開的會好一點吧 但是這些都是真正的四驅 而且這個平時兩驅全是四驅 這還有四驅low 這個東西呢 大概會把這個扭力提升四倍 然後相對肯定速度就下了 肯定你在野外你也開不快對吧 大概一小時五公里十公里 十五公里了不起了 而且四驅low就是四驅low的話 低的話 低速四驅呢盡量不要開 這個大概超過 15英里吧就 乘1.6吧 大概這個速度 當然具體的說明書都有啊 大叔不敢說專家 只能說把我知道一些基本的跟大家講 但這就很屌了嗎 這樣四驅當然不是 最重頭大家就是開門的時候 剛剛看過了 這個才是真正的專業的東西 那邊寫著off road 這個專業在哪裡呢 Swift bar的話其實就是 大家知道車是一個架子 中間一條這個槓 然後這裡一條橫的 中間在 我的手比不過來了嗎 比不過來了 就是這樣子對吧 前面 這樣一排的 然後一條橫的 像一個公字一樣 前面Swift bar呢 就會 首先這個東西解掉的話 就是前後都可以解的這台車是 有些車只能後面解 就是說 你有時候車斜到一邊 左邊 假如說你右邊 向右邊 然後右邊的話 在轉彎的角度吧 整個車翹起來 左邊完全離地了 你把Swift bar 解掉呢 就是它這個會 讓這個輪子 假如說解開的話 更低一點點 如果說就差這麼一點 都能碰到地 你可能就逃出來了 不然就逃不出來了 那這一個呢 EXO-LUCK是什麼呢 就是說 平時四個四驅也好 這個它動力不一定是 不會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對吧 哪一個抓地多一點 它就會多輸送點力氣 或者怎麼樣 但這個LUCK了之後呢 四個輪子同時輸出 一樣大的力量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只有一個輪子著地 那它如果平時的話 很小的力量 它逃不出來 其實我講的逃就是四驅 對吧 大家去看視頻就知道 各種出不來啊 各種歪來歪去啊 各種怎麼樣 從這個呢 就可以逃出來 讓四個輪子有共 一樣的這個力量輸出 那這個呢 就是解開以後 這個輪子可以 就伸得更遠一點吧 對吧 可能正好就碰到地 逃出來 如果大叔講的不對呢 記得要糾正我 真正的專家 大家支持 大叔只是在這裡 搬門弄斧一番了 好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汽車稍稍發動起來 還有另外的話 我再順便講講吧 內飾的包括一些東西 這台車呢 已經是說升級版 所謂升級版吧 搭載的是9個喇叭 然後最後一個Waffle 就是全全天氣的吧 防水的 在正中間下面 然後呢這台車呢 是搭配了這個 直接配了Soft Top 就是軟頂 搭配在裡面了 像很多的Unlimited的這個Option一樣 大概1000多塊錢的Option 這裡面是標配裡面有了 另外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這種布 為什麼它用布包著呢 之前有人問過我 其實你這些全都把軟頂 什麼都拆掉之後 這裡你可以裝東西的 可以 當然這裡怕防撞 一定的防撞 另外的話可以自己加那種 像軍人越野的那種顏色 或者弄一些網啊 什麼東西的 其中一種做法就是 當然這種呢 在論壇上 網站上有很多 大家可以去看 好吧 這裡就不細講 只是大家知道 這是有9個喇叭的音響 非常相對好的 而且講到喇叭呢 很多發燒友 會把這個東西拆下來 這兩個中音喇叭吧 然後裡面塞一種像棉 不是棉花的 類似那種人工棉花一樣的東西 都說這樣的話 整個聲音會更厚實 更漂亮一點 其他更多的東西 可能再講就重複了 大家可以參考我之前 上布比肯的那個視頻 好 現在我把車發動起來 發動起來呢 大家看左下角那個吉普 告訴你現在的氣溫 車外的氣溫 提醒我沒有把安全帶 我就不把安全帶 大家剛剛說了 有一些常用的東西 可以從這裡看到的 對吧 大家看看有什麼東西 注意在這個地方 Digital這個速度 我現在能顯示出 顯不出速度 然後呢 這是速度 如果開的話 就能顯示出速度 指南方向 現在是對著動 好像就沒什麼東西了 是不是 油耗 這台車油耗呢 大概是16.7左右到18.9吧 看你城市還是那個 木馬人從來都不是省油的車 這個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這台車呢 現在油不多了 大家可以從左邊看到 只有再能開83公里了 現在這台車呢 它就是 現代的一些 16年左右吧 15年以後 慢慢都會有這種四重輪胎 大家不要看到很怕 因為KPA這種講法 是比較討厭的 我們說 看人很嚇人 254 261 怎麼差那麼多 走輪胎 當然你可以去調 但其實 差的不是那麼大 這個都在正常範圍裡面 現在呢 大家講的就是我這一箱油 用了多少 就是啟動之後 用了多少小時了 這個大家如果在美國呢 可以調成美國這種 在加拿大呢 就用公里就行 不用英里了 System OK 沒什麼亮燈換油的提醒 那起發燥了 那接下來呢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些很簡單的 很小的東西 我覺得最常用可能 一個是方向 所以它這裡用了方向 另外一個就是速度吧 當然 誰會去經常看這個對吧 吉普這種 我覺得更多是享受駕駛 看前面 看這裡 那這裡大家剛剛講了 比較容易混淆的 Media Media裡面呢 就會 現在顯示沒有file 這是可以觸屏的 Disk 也沒有 Disk在哪呢 嗯 躲在後面 可以放DVD CD的 然後呢 My file My file裡面 就剛剛大叔說的 有音樂啊 有照片可以看 那這一個呢 是一個28GB 其實32GB了 裝備系統之後 只剩28的 好吧 嗯 非常簡單 沒什麼好說的 這裡如果插這個USB的話 就可以聽歌了 歌的話我自動烤到這個硬盤裡面 20幾GB的硬盤 如果裝歌的話 其實可以夠你聽 對吧 很久很久了 裝幾萬手都沒問題了 嗯 好的好的 今天 嗯 好久沒做視頻了啊 然後 今天終於找到一些 比較興奮想做了 其實我之前還有另外一個 我記得還有個車型沒講過 當然要等我視頻下次出來 大家就知道了 那個也覺得值得講一講 所以大叔呢 會做 我覺得以後吧 第一大家如果看過 如果是特別想了解哪些方面 哪些話題啊 我們可以專門講 不一定每次只是計較車嘛 像剛剛那幾個我搬門弄斧的 講了一些這個 所謂四驅啊 所謂改裝 所謂什麼東西 這些話題都沒有特別講過 但是都是挺有意思的話題 那我自己的計劃是 首先至少把所有的車型講一遍吧 對吧 很多車都沒講過 好像現在還有一個我覺得值得講 指南哲我是不太打算講了 這個車已經被自由客Renegade代替了 接下來我會講那個 另外一個 如果知道的話 可能已經猜到了 那今天這個車真的挺有意思的吧 大叔沒忽悠吧 我覺得挺漂亮 原廠出來就很漂亮 而且我知道有幾個小的改動之後 像前頭燈啊 改成綠色什麼顏色的 女孩子改成粉紅色 都是原裝就有一些非常好的改的東西 那Aftermarket就是說其他那些太多太多了 都可以改的東西很多 所以大叔其實很喜歡那種75周年紀念版的綠色 但是我們很可惜沒有那個 希望將來會有吧 有的話我會特別講一下 另外的話我覺得還有個紀念版的 還值得講 講完之後應該吉普全車型差不多了 但是呢 我之前講的還有一個大切諾基 這裡可以這個劇透一下 嗯 那台SRT也是新下來的這個四月份 好吧 另外的話對了 啊 吉普現在如果要買一定就要出手了 吉普莫爾人 大家知道從來不打折也給折扣 或者什麼東西 現在有零利率哦 到5月2號就到了啊 這裡不多講這個宣傳的東西了 因為這種視頻可能大家還要看很久 不想講以外的話題 聯絡方式啊 我們的溫村吉普之家都知道的網站都會在下面 還有有問題的話一定要問 之前有一些朋友看了我的視頻之後問了問題 我們互動互相討論的很有意思 這裡也鼓勵大家都問問題 關於這台車的最好是這一個視頻 還有其他想看什麼的建議 還有其他任何關於改裝也好吉普的問題 車型啊討論啊 好吧 今天就不多說了 整機都是用手機錄的 不知道怎麼樣 大家也給個意見吧 因為上次那個每次錄一會就沒電了 或者怎麼樣 而且手機每天戴著也比較方便 好的好的 今天不多說了 非常非常感謝大家看唐大叔的視頻 我們下回再見 記住我們是溫村吉普之家 我是吉普木馬 白石木馬人唐大叔 拜拜 哎呦 Don't touch my G Oh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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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h no n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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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